好来看到花莲县政府113年清明扫墓便明的服务措施 3月28号到4月3号在各13乡镇市户政务所免被索取鲜花 在4月4号到4月5号则是在花莲县43处较大型的公墓以及纳谷塔 设便利服务台备有鲜花、毛巾、手套以及矿泉水 提供乡亲最及时的服务与需求 清明是传到24节期之一 也是扫墓祭祖以及春游的重要节制 中国人重视孝道 每年清明十节都会成功祭祖 祭船孝司以免怀仙人 是一天最重要的活动 花莲县政府113年度再度办理清明扫墓便明的服务措施 3月28号一直到4月3号 在史上乡镇市护贞书所提供免费索取鲜花 让乡亲前来领取互证人员的贴心服务 让乡亲登机之后就可以领取一束鲜花 今年度清明节即将到来 也是我们缅怀仙人的时刻 花莲县政府明镇处持续服务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就在3月28号到4月3号的期间 在花莲县的13个户所 我们所有的上班日 包含了周六日呢 都会服务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都可以到户政事务所来领取这个花卉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乡亲 那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会在4月4号以及4月5号 在全县总共有43处的服务的据点的公墓 大家可以领取这个花卉 以及我们手套或者是矿泉水 让我们所有乡亲朋友们 在这个清明的时刻呢 缅怀仙人的同时 都能够获得便敏的服务 那希望各位乡亲朋友们 踊跃地把握这个时间来去领取 花莲县政府明镇处表示 4月4号和4月5号两天 护政事务所同仁们都会在花莲县 43处大型公墓及纳谷塔便名服务台 除了提供免费鲜花 还有必需用品 也请相亲多加利用 记得转眼花收到